袁文哉逐咒書接上一會 銀佛爺就看到兩個弟子進入茅房裏面拆人 怎知被裡面的高手打死了彈出來 銀佛爺就火滾了叫人家放火燒茅房 怎知突然看到黑影在茅房裏面飛出來 他都未說去抓這個人 這個黑影就站在他們三個人面前 莫文在山坡上定眼一看 哎呀這個黑影你猜是誰 就是那個神秘莫測的黑影 莫文心想原來這個黑影 一直都沒有離開茅房的附近 在暗中是緊急著自己的 不知道他有沒有發覺 現在自己和獵人和癡兒 去了森林中的草棚處呢 再說 那個斑石佛爺和兩位使者 一見站在他面前 是一個看著臉孔 只露出兩隻好像韓星那樣眼睛的長衣黑蒲人 一起驚問了 你是誰啊 每個人都陰心心地說 老夫黑影 黑影? 沒錯 黑影? 小妖女呢? 老夫正想問你們 什麼小妖女不在裡面嗎? 如果是 老夫還使你們大叫大喊 老夫本來不想理你們 你們偏偏沒有識趣 大叫大吵 還居然派兩個人進來 老夫不得不下殺手 現在你們還搞到放火 把老夫驚動出來 不要怪我了 要怪怪你們自己的命水不好 說 你們自己動手 又說老夫趁著動手殺你們 班石輕風隨塵 都曾經跟黑影交過手 知道這個神秘的黑影功夫莫測 如果那輪單打獨鬥 他們怎麼都不是對手了 但是如果現在三個聯手 或者可以打得贏都還沒有 袁銘陰中門的四大護法 和四大使者 除了輕風知道 中原武林人士 是不可以輕視之外 其他都幾乎目中無人 正式和尚丹姐 武中中原武林人士 是放在眼裡的 只是貴北的深谷中 和莫文交過手之後 才第一次知道 中原武林人士 其實並不是好東西 尤其是這個黑影 武功都不知道 比他們高出幾多倍 今天其次 是在桂南山跟蹤莫文那時候 四大護法 有一個就被莫文所殺 其他三個都傷在莫文的劍下 這樣算是打掉了他們 原來不可一世的氣焰 所以他們再不敢大意輕敵 這次黑影 又突然在茅房中神秘出現 他們幾個 有什麼法治不害怕呢 但是聽起來 聽出來的黑影 根本就不把他們放在眼裡 講話那些語氣 又感到氣頂 首先 我容忍的就是銀佛爺斑石 莫可說中原武林人士 就算自己教主 都要敬自己三分 讓你這麼輕敵自己 官司一會兒哼了聲 就說 哼 在未有教授之前 本佛爺請你擦開眼睛看 不知道是你要我們立命 還是要我們要你立命 這樣 你就是要老虎欲仇了 興風就知道黑影的厲害 忍著調戲就說 我們是為慕容家的武功而來 並想和你老人家對敵 哼 老虎不是說過你嗎 慕容家的武功絕何 除了老虎 誰都不准驗子嗎 你們沒有把老虎的話記住 那個班石不理太多了 大學的聲音說 上 接著手中的雙拔 哼 一聲 發出巨響 他先向黑影出手 接著興風 隨襯 也拿劍拿刀就撲上去 四個人貼身交鋒 使得埋伏在四周都沒有武士 和弓箭手 就不敢射箭和放暗器 又怕傷了自己人 黑影只憑一把劍 力戰西域的互法犯爭和兩大使者 只看到他鬆容鎮定 一劍 首先逼退興風使者 接著用密音入耳之功 對興風說 老虎知道你為人得多正直 知恩徒報 你最好借故敗償 免得老虎傷了你 那個興風使者聽黑影這樣說 打了一個凸 手腳一猛 黑影又一劍逼狗 接著黑影的左掌 向他輕輕一拍 就把興風拍到飛起 一直向著山坡下跌過去 但是興風剛剛腳一離地飛起的時候 他發覺暗中有一股無形的力 將他托住 然後輕輕放回地上 自己一點都沒有受傷 他佩服得不得了 他知道 這個一定是黑影手下流程 真的不在傷害自己 唉 看來教主想奪取慕容家的武學 清霸中原武林 簡直就是妄想 接著 興風又見到一個徐塵使者 被黑影拍一聲 拍飛到一邊山坡去 黑影對這個徐塵沒有那麼關照 遠遠聽到徐塵 一聲慘叫 興風雖然不滿教主的野心 但是 都不能夠不救自己的伙計 他唯有抓住好像受到內傷的樣子 慢慢走過去 看見到徐塵 說 徐兄 你怎麼樣 這陣徐塵躺在地上 一口鮮血 在他口裡不停湧出來 那個徐塵有氣無力便說 我 我 我 很怕 不 不行了 徐兄 不要這麼說 你快點閉目調適 我和你輸真理 興風又來到徐塵身邊 不斷安慰他 那個徐塵就說 兄弟 你快點走 不要 不要理我 不行 我不能把你扔下 你不理的 那個興風那對掌 一下就按在徐塵背下的月位 隨隨地把自己看來的真氣 不斷輸給徐塵 過了一陣 徐塵總算換了一口氣便說 好了 兄弟 行了 麻煩 我自己慢慢調食吧 這陣 火光下 茅房前平地上 那個銀佛爺和四位一等武士 為了聯手攻擊你的客人 黑鷹就助長右劍招式莫測 轉眼又把兩個武士拍死了 兩個被他拍到一個茅房的大火當中 就鑑生燒死 而銀佛爺呢 現在顯得他的手忙腳亂 他亂地叫 快點放毒箭啊 快點放毒箭啊 快點放毒箭 和半佛爺試死他 快點放火 快點放火 華音未落 突然出現一個清脆 好像銀嶺的聲音講 你不要亂叫啦 你埋伏的射手 全部都死了 韩佛爺一侧就说 谁 谁说话 这时候只见到莫文一身农副打扮 站在黑鹰和他面前 那个班军一下就认不出他是谁 莫文就说 怎么了 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是整晚人来找我 哈 你是小妖女 韩佛爺一边跟黑鹰交手 一边就要顾着跟莫文讲话 他更加不是黑鹰的对手 黑鹰都不想趁他讲话的时候 拿他命 停下手 陰心心就问 你们讲究了吗 莫文就讲了 讲究又如何 你们讲究又如何 讲究了 老夫就要派他去地府了 好啊 这东西小女子不反对了 这个二户法班石佛爺 本来就不是黑鹰对手 结果一年几招之下 黑鹰凌厉的一剑哀声飞出 就把红衣翻增 班石一个光头摔飞了 没了头的身躯 成个枯树 哽哽声拍了落地就不停玩圆 轻风除尘 远远见到 哇 班石不停伸手二处死了 吓得互相扶贵 一阵风地落到树林里走路 如果说金佛爷赞普的死 是对元明阴掌门一次重大的打击的话 这一次茅房前之前 更加是元明阴掌门最大的惨败 在桂林山中 碧眼教主真是选兵折将的元气大伤 他今后真的要换其他办法 来对付黑鹰和莫文 再说莫文 看到轻风除尘 向树林里逃走 刚刚想追 谁知道黑鹰穿把剑吓一声 罚出来烂掉他去路 莫文一侧就问 你干什么 不要追 你又要放那两个人吗 老夫只懂得 穷扣莫追 玉林莫入 你 你一直对慕容家的武功绝学念念不忘吗 你以为老夫好心救你吗 这么说 我都不必多谢你了 早知就是这样 我就不会杀那批 埋伏在四周的射手了 等你们来个两败驱伤 靓回 你以为那批射手 伤得到老夫吗 伤不到你 起码可以逼到你手忙脚乱了 哼 四妹定 以后你讲话 最好小心点 讲完 黑鹰人向山峰上飞去 一下就消失在茫茫月夜之中 莫文不知道为何黑鹰说走就走 他一走了 莫文感到有点意外 心想为何这个人不提同自己比武 要慕容家的武功绝学那件事 难道他跟红衣饭生交换的时候 受到罗伤 现在隔隔隔要走 除了这种原因 就没什么其他事急着要走 那不理那么多了 人都走了 莫文乐高头摸摸的天色 今天东边的天有小小光 就是差不多天光 他将所有的尸首 一二三拼起 抛逝到大火当中 然后的尸展轻弓 上树又回到草棚 等莫文回到草棚 天色已经蒙蒙光 这阵的猎人夫妇似乎自从他走了之后 一直都没睡过 只在朝复等他回来 现在见到莫文好像拼好轻的树叶 射一声 闲着草棚 好惊喜就说 哎呀 小姐你回来了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说放心了 怎么样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我怕你有事而已 我走了 你们没睡过啊 睡过一下 刚刚醒而已 我兄弟呢 少爷一直都没醒过 还在睡着呢 我想问 有没有一个蒙面客人来的这里 那个龙虎就说 哎呀没有啊 那个老爷啊 恐怕都不知道我们来到这里 那列人就问了 你问的黑衣老人 你就是你刚才见过那个老爷子吗 是啊 那责人放火烧了你们的茅房 而他呢 就将那帮责人几乎杀了 都算是和你们报了烧屋之恨 我以为 他会来到这里找你们 正在那里说 啊 痴儿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他走过来 打个哭 说 爹爹啊 爹爹啊 为什么你这么早起床呢 那个猎父就说了 阿少爷 这么早晨了 睡多一会儿 现在还很早呢 哦 我不睡了 我要跟你们去看看 当野兽的陷阱 和机关有没有东西就捉了啊 那个猎人说 少爷 还早 森林里面没大 看不清楚的 哎 你们这么早起床 是不是去了看陷阱 有没有装到野兽啊 那痴儿 昨晚一直都睡得好凉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一早爬起床 就急着想去看看机关 看看一些陷阱 莫文就想到他昨晚半夜惊恐地叫就问了 兄弟 你昨晚犯了我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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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没有啊 我 那你为什么三更半夜惊叫呢 啊 哦 哎呀 哎呀 姐姐啊 哦 我好像梦见 姐姐你和一群衰人在那里打架 其中有一个衰人来捉我 那我就惊得叫了啊 不怪得了 兄弟 去洗面啊 姐姐啊 来吧 你洗过面面了吗 兄弟 我还想欺骗一下 你不要吵我啊 那猎父就说了 哎呀 少爷 小姐昨晚啊 都没有好好睡过 自从被你吵上都没睡过了 来吧 我帮你去鸡蜜洗面 等小姐去睡吧 哦 好啊 洗完面 哦 我们去看看陷阱啊 那猎儿的确就没有再吵莫文休息了 等到莫文黑着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呢 一眼就看到那猎儿兴高采烈的 撒了一只手一箱的果子尼 接着猎人在森林里面回来了 猎人手里面就撒了两只山鸡 一见到莫文 那猎儿很开心的大叫了 弟弟啊 弟弟啊 你看一下 我捉到什么回来啊 说完 将绑着四脚的果子尼高高举起 莫文从来都没见过 千尔这么开心过的 忍不住笑就问了 哎呀 好嘢呗 你捉的吗 不是 他被大哥装过的铁夹呢 就夹住了一只脚啊 那我想去捉他 他很饿啊 我想咬我啊 大哥说将我的嘴和手脚都绑住 那我就一下子捉住他了 莫文心里面好笑了 说都算尼足的吗 但是又怕说错了 等他素兴 那我唯一笑着说 哎呀 我兄弟真是勇敢了 够胆捉这只狐狸哦 哦不是呀不是呀 姐姐 他不是狐狸啊 他是果子尼来的 哦是是是 是果子尼 我说错了 姐姐啊 如果他说狐狸啊 我就咬他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狐狸会病 会变成美人的嘛 会救好人的啊 他这样说 连烈人夫妇都忍不住笑了 莫文就说了 好了好了 放下他了 去溅边洗手了 吃个早餐 我们就离开这里了 聶人夫妇一听 打了个凸一齐问了 小姐 你们今天要走吗 大哥大嫂 我们麻烦了你很多日的了 应该走了 幸好死了不少责人 他们大概不会再来这里了 那个聶夫就问了 小姐 你那些内伤好了的了 好了啦 多谢大嫂 这几天的照顾 小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这个我们应该做的嘛 怎么知道 他痴呦都脱了我嘴子就说了 姐姐啊 我们为什么不在这里住呢 这里这么好玩 我都没玩狗啊 聶夫就说了 对咯 小姐啊 既然少爷喜欢在树林里面玩 那住多两天好不好啊 大嫂 我不是不想多住啊 不怕跟你说啊 我得罪了不少武林中人 住久了 他们迟早会找来这里的 那到时害了你们 不如我们两个早点离开 只要我们在其他地方出现呢 他们就不会来这里害你们了 好吗 聶人就说了 小姐 这里就没人敢进来的 他怎么会找来呢 大哥 你不知道的了 他们都说是高人来的 我说这里啊 海底的龙宫 他们都会去啦 我看我们还要早点走好 姐姐啊 哦 我们真的要走啊 你真的想留在这里啊 姐姐 我 我想多玩两天而已嘛 森林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 我都没看够啊 哎呀 不要找着啊 莫文看着这个瘋子 他心想 唉 他说了都是自己的老公 难得他现在这么高兴 想起他跟随自己以来四处流浪 几度担惊受险 没有过那个好日子 现在都应该在树林里面 让他玩足两天也好啊 何况聂户人家对自己这么关心 热情豪想好客 又不能过太过令他们失望的嘛 再加上 现在自己急着出去 又不知道做些什么好 莫文想到这些渡户就问了 那 今晚两天之后 一定要走的了 啊 是啊是啊 一定走的了 再多我玩几天不走的那个 就是四脚爬爬的黄伯 莫文不喜欢了 刻在面上说 你说什么 啊 不不不 姐姐啊 以后不准这么说啊 知道吗 哦 哦 好啊 姐姐我 我以后不说了啊 莫文跟着对聂户说了 好呢 我们两个再留下住多两天呢 再麻烦大家大嫂了 吉尔忠祝 是